爱美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哥肉菲整形外科医院的市长 现在请市长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哥肉菲整形外科孙海英市长 见到你们非常高兴 大家好 孙市长你好 今天依旧是我们的鼻子的问题 然后大家想了解一下鼻综合 它这个鼻综合 它是包含哪些项目在内的呢 鼻综合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 它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鼻梁放甲体 然后鼻头的话 放耳软骨和鼻中隔软骨 这个是一个鼻综合的项目 对对对 然后它还会比如说 因为国内它有份小鼻综合 大鼻综合就是那样的 像眼睛一样 什么小眼综合大眼综合 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区分 有有有 有当然有 还会再往上加项目 是的 那鼻综合的话 一般是鼻子小鼻子矮的人 它最简单的一个项目 就是做鼻综合 它可以提高我们的高度 那有一些人 比如说像这个客人的话呢 它做的也是鼻综合项目 但是呢 它除了放甲体和 抬高鼻头以外 它还做了一个 鼻头缩小 然后鼻翼缩小 然后推骨这些项目 它全程都做了 那它就是这边的骨头也推了 对 它这边的骨头也推了 然后鼻翼缩小也多了 你们可以看到 那鼻头是什么 属于腹鼻手术吗 对 就是一个腹鼻手术 蒜头鼻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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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鼻头的话 是非常的肉 非常的大 非常的宽 而且比较长这样子 那这个是它的 术后的一个效果 它做了 放了假体 然后鼻头 做了一个蒜头鼻 缩小手术 然后鼻翼也缩小了 然后鼻头 这个鼻背 就是这个 推骨 也做了 让鼻子整体变得 更加的立体一点 然后更加的精致一点 这个是一个人 这个是一个人 它的变化太大了 因为前面 有一种非常 那种偏中性化 是的 然后现在的话 就是眼睛也很大 鼻子也非常立体 而且觉得它脸也小了 是的 它就做了眼睛 和鼻子的两项手术 就做了两项 两项手术 眼睛的是 它做了全套的 一个眼综合项目 鼻子也是鼻综合项目 它是一个大综合 是的 所以说 两项手术的话 就可以做成 这样的一个大的效果 对 完全从路人变成了 其实这个客人的话 他对于这个手术 效果也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他觉得 做完这个手术以后 他的自信感 或者是他的生活 这些都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是 其实做好了这种型 给自己的加分项目 是的 是非常多的 一般来说 正常我们刚一见面 肯定看的是这个感觉 感觉 对对 然后我才走进去那一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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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个人电话非常大 非常大 到时候我们可以发在网上了 可以 好的 谢谢市长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